這句講這個你的說什麼 台獨滾出宇宙行嗎 音樂扯什麼ZZ政治 遲早JS行給你 音樂為什麼要扯上政治 說的太好啦 請先把我和我的祖國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社會主義好 東方紅 歌唱祖國 食送紅軍 唱之 三歌給黨梯 紅旗飄飄 這些二三十幾首紅歌全部下架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台灣的金曲獎 在中國的微博有近四十多億的熱搜 而原住民歌手巴奈在得獎感言的時候 說了勿忘六四 以及他對原住民跟對台灣的個人觀點 結果一堆小粉紅破防出征他 連舔共的台灣人自己也先破防了 非常的詭異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巴奈究竟說了一些什麼 有的時候配者是綠色 有時候支配者是藍色 但是你一定不要以為 流行音樂跟政治是沒有關係 剛剛結束了七年在凱道的抗議 為了原住民族群 雖然我們不一樣的族群 在我們這個母親這個島上 我們都有不一樣的普通 但是有一件事情 今天晚上也請你們一定要記得 金曲獎 三十五年 你們知道嗎 片下的事件 也是剛好三十五年 我們都不要忘了 台灣加油 加油 大家有看到什麼極端了嗎 我們要支持戰爭 還是我們要去侵略他人嗎 沒有吧 很多人說巴奈是民進黨的打手 巴奈康英國 蔡英文政府對原住民的權益 要重視耶 他也是民進黨的喔 接下來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小粉紅在破防什麼 金曲獎 必須嚴查蔡依林 再莊畢業就全面封山 央視請出面 要求蔡依林出來表態 金曲獎直播我埋了 不知道我只是路過 金馬做完金曲來 你們挖可以一直在錦裡 奧斯卡有得過嗎 誰在錦裡 有啦 一個回不了中國反共的中國女導演 德拉奧斯卡 我支持武統 這些神經病就該打 金曲獎 你們真的是玩了 好自為之吧 說了什麼 我求你告訴我呢 搞什麼 台獨發炎神經病 馬上回歸槍斃 金曲獎這個你的說什麼 台獨滾出宇宙行嗎 音樂 和什麼 Z 政治 遲早 G S行給你 B的金曲獎 B了 下暈了金曲獎 金曲獎是什麼逆天的發源 瘋了 有時候覺得大部分的台灣人活著還不如死的好 來晚的再上香走吧 笑死我了 要不是有人敢提 顏色們怕是永遠不知道六四那段歷史吧 六四都不敢講 有沒有 進去講後半段根本是在內網發不出來的 發出來立馬炸號 你敢說我都不敢聽啊 怕我手機待會直接黑屏了 QQ音樂工作人員深夜加班 巴奈的歌手頁面已經在平台全部消失了 有沒有非常搞笑 小粉紅 因為哪一句話破防 哪一句話你們講不出來 在微博上你們也不敢打出來 對 你就說 巴奈說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是完全錯誤的 哪有什麼第三十五周年 你這句話也不敢講出來 對嗎 既然你覺得六四天安門事件 中共是對的 那你怎麼連支持 鄧小平跟解放軍鎮壓暴徒的事情 都不敢講呢 怎麼不敢紀念跟支持呢 要知道啊 鄧小平可是在當年頒發的首都衛士勳章啊 給鎮壓的解放軍跟武警了 請問紀念六四這一段 為什麼跟台獨有關係呢 還是說要求大家紀念六四就是台獨 哇那全世界很多美國 英國 澳洲啊 紐西蘭啊 日本啊 都是台獨啦 當年在中國各地遍地開花的 八九學運 是要求台獨啊 那南京上海 東北四川 重慶也很多台獨了 還有小粉剛剛說什麼 音樂為什麼要扯上政治 說得太好啦 請先把 我和我的祖國 沒有共產黨 就沒有新中國 社會主義好 東方紅 歌唱祖國 食送紅軍 唱之三歌給黨梯 紅旗飄飄 這些二三十幾首紅歌全部下架 戰狼系列全部下架 常津湖也下架 扯什麼政治啊 請把中共在企業以及民間團體 還有宗教團體裡面的黨支部 全部廢除 宗教企業還有連外賣 為什麼都要成立黨支部 跟政治有什麼關係呢 請把學校裡面的校委書記給廢掉 為什麼共產黨的書記 可以在學校跟醫院當官呢 為什麼 省委書記的實權比省長大呢 為什麼共產黨的書記 可以凌駕於市政省政團隊呢 你們就是最愛搞政治掛帥的國家 還有臉叫別人不要扯政治 你自己身上都是糞 卻質疑別人上廁所沒有插屁股 還有一些台灣人可能因為自己的利益 覺得 八年講這句話是在害你們賺不到錢 你們非常荒唐耶 今天一個美國人在自己的奧斯卡 在自己的這個葛萊梅講 講任何人權女權 老人權利 內政甚至是 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 這是不是都是政治 是啊 那人家講完為什麼會被噴 啊你得罪了其他國家 你在自己的國家不能講自己國家的話 荒不荒謬啊 請問一下 對中共完全不了解的台灣人說 中國是一個很正常的民主國家 那我問你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隊 是跟中國共產黨宣誓呢 你聽過美軍跟民主黨 或是共和黨宣誓嗎 台灣軍隊有向民進黨宣誓嗎 有啦 以前有向國民黨宣誓啦 因為那個時候是黨國時代 民進黨黨慶有跟共產黨那樣嗎 動用國家軍隊跟國家預算 辦在國家機關裡面 還動用一堆人民 有嗎 還戰鬥機都出來了 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人 我卻是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我卻是加入中國共產黨 你們這些小粉紅啊 自己加入過少先隊 帶紅領巾加入共青團 甚至入黨 然後在那邊扯台灣人 不要講政治 你們甚至還會噴 為什麼日本的演唱會 韓國的演唱會 要辦在7月7號 或是9月18號 你們連日期都可以磨爭耶 前兩個月農夫山泉水 也被你們扯 是美國日本的企業 這麼快 又忘記這件事情了 還有一些台灣的小年輕學生啊 講了一些 讓我覺得很荒謬的話 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還是要去玩 就算整整警戒 我還是要去玩 就是講對立 我們兩岸關係嘛 就是這樣升級啊 我都耐心得這樣啊 對 對就是沒必要 還是可以去啊 這是假的 看看就好了 這個的程度 其實已經跟以色列是一樣的 對 那我覺得 政府如果有底氣 那倒不如說說不辦法 無語 無語 為什麼 我覺得還是可以去 中共祭出了台獨死刑懲罰系列的名單 跟法條 最高可以死刑 然後最輕是判刑 或是醫科罰金 你跟我說是賴清德 在製造對立 那你是不是在學校常常是被霸凌的那個人啊 因為你被霸凌了 你不會去找管道幫忙 去解決掉霸凌這個問題 對吧 有人來幫你的時候 你也會罵他 欸 你為什麼要製造對立 我就甘願被霸凌 而且這也不叫霸凌 這是在跟我玩啊 只是玩的時候 我身上會多幾個傷口 我的口袋會少了一些錢 但是這是玩啊 又沒什麼 是嗎 你是這樣子嗎 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為什麼講出 與你價值觀相左的言論呢 而且這個旅遊警示 不是叫你不能去 是說你去可以 但有疑慮 啊到時候政府沒有講這個疑慮 你過去被那個政治迫害 然後你要說 啊幹 為什麼政府沒提醒我 啊有提醒啊 你自己要去啊 你也上節目說 我就是要去啊 那沒有關係啊 就跟俄羅斯轉盤一樣嘛 一個左輪手槍裡面放一顆子彈 隨機轉 猜拳書的碰一下 哦 前面五次你幸運躲過 然後你就跟大家證明說 你看俄羅斯轉盤不存在 是假的 然後你還說什麼 有底氣的話 為什麼不宣布斷行 哎 今天他寄出了這個台獨名單 他怎麼不宣布斷行 你為什麼一直在檢討 被害者跟被霸凌者 哎 被霸凌者 你有本事啊 拿起槍 扛起砲 把學校給炸了 你知道自己在講什麼嗎 OK啊 所以你是支持我們這樣做囉 那到時候如果真的這樣做 你又要跳出來反對 你看啊 斷行又在製造矛盾 什麼話都是你們這群人在講 是嗎 你去問這些接受訪問的人 你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黨史了不了解 中國共產黨 是不是在任何的民間企業 跟宗教團體裡面 還有醫院學校裡面 通通都有黨支部 這些人一定跟你講 我不知道 蛤 有哦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隊要聽黨話 哦 是這樣哦 中共每次都在暴雨中同步洩洪 所以造成水淹二三層樓這麼高 蛤 是哦 我不知道耶 我以為那都是暴雨造成的 你這些人對中共一無所知 然後出來在那邊講一些衰竟的話 昨天也跟大家講過了 希特勒實在曾經辦過奧運 那個時候一堆歐美的年輕人 英國法國美國的年輕人 也跑去德國那邊玩 跑去德國那邊參賽說 你看德國並沒有像美國媒體講的那樣 德國是一個很棒很民主很先進的國家 大家都非常有禮貌 步伐非常的正氣 泱泱大國 對黑人也很尊重也很友善 街上都是有色人種 還有猶太人呢 你們說猶太人被破壞 騙虛啊 所以我說 每一個時代 每一個國家 都有民主的敗家子 台灣也不例外 最近 中共駐法大使如沙也又口出狂言 他說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 是中華人民共有國的一部分 台灣鬧獨立就是對主權國家的領土割裂 違反國際法 目前台灣所處是分治的狀態 是上個世紀40年代 中國內戰的問題 這不影響中國主權跟領土安整 依上來說 中國的內戰還沒有結束 目前台灣是叛亂政權 中國有權力可以驅離叛亂政權 可以把台灣的治權討要回來 OK 首先大家先分清楚啊 我們台灣人說的台獨定義 跟中華人民共有國說的台獨定義差在哪裡 我們台灣人說台獨定義是 學美國那樣脫離英國 台灣應該脫離中華民國 學澳洲那樣脫離英國 學蘇格蘭那樣有公投的機會脫離英國 或是修憲改名字 甚至立憲建國 這是台獨的定義 如果是基於中華民國 要在台澎金嘛 沒有要學翁曉玲那樣反攻南京 收復北平的話 那這是獨台 這不是台獨 那獨台是什麼呢 就是華獨的定義 對於中共國來說 台獨與獨台都是獨 他們強調的 不是台或是華 而是獨 不管是華還是台 總是不能獨 聽懂沒有 盧沙爺的邏輯錯亂 首先盧沙爺說 如果現在還是內戰狀態 台灣是分裂政權 那你要知道啊 如果你認同現在是內戰狀態的話 那是誰的內戰 是不是中華民國的內戰 難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戰嗎 194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哪 19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哪 沒有 共產黨在中華民國十年建立的 也就是西人1921年 而中共曾經在1931年的江西瑞金市 成立了中華思維愛共和國 你去問這個 剛剛那些接受採訪的台灣學生 他連這些歷史他通通都不知道 後期 1937年遷都於陝西的延安 中共常說的什麼什麼長征 紅軍長征 意思上就是 中華思維愛共和國被剿滅逃亡的過程 是不是你先獨立的 對沒錯 你的法統繼承前 是不是中華思維愛共和國 對沒錯 不然為什麼中共 歷屆領導人都要跑去 延安 馴化開會 而不是跑去南京 包含習近平他前幾個禮拜 不是才去延安而已 對嗎 而你目前僅僅是佔領中華民國的領土 所以你若認為是內戰狀態 分離政權 是你耶 這也是為什麼大明的朱棣 乃至朱祁政 朱祁宇 都想北上消滅蒙古帝國 那時候僅慎的蒙古帝國 本來是北原政權嘛 後來被這個瓦剌還有達達那些 輪流交替對吧 因為相對來說 中華民國存在台澎金嘛 就是蒙古帝國 僅慎的那個北原的地方 只是說蒙古帝國原本的中原地區 只是被你大明佔領 而為什麼大明要一直北上消滅蒙古 因為你非常害怕法統繼承權 因為他有一天也有資格跟你爭 因為他還存在 以及他會不會哪天又想要消滅漢族了 對嗎 那請問蒙古帝國是大明的攀亂政權嗎 不 並不是 它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請問你們覺得 崇禎皇帝梅山S之後 或是清軍入關佔領北京之後 南邊還沒有被侵略的明帝國地區 是不是叛亂分子 所以你們從一個堅定的漢族支持者 我是大明帝國的子民 一到清軍入關的時候 你就變成 我是這個女真人 我要消法 如果你是這樣認同 你為什麼要說 鄭成功是民族英雄呢 你應該說他是民族敗類 是分裂分子對吧 你應該說 石科法的南京保衛戰就是 造成清軍惱羞揚洲十日禍首 就跟剛剛那個學生說的一樣 都是賴清德的錯 是民族敗類 剛接受這些採訪的學生 我剛講的歷史 他們應該全部一無所知 當然啦 你也可以說 岳飛是民族敗類 分裂大經國圖 畢竟經國佔領現在的北京地區 俘虜了皇室成員 你們不該說是敬康齒 而應該要說是敬康之喜 感謝偉大的驚人打倒了叛亂送毒分子 趙家人 我非常討厭趙家人 我們來看一下2006年 中共官方釋出的文件 指出獨台台獨中華民國 全都是叛亂的名詞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國民黨是怎麼蒙蔽大家 跟大家說獨台是OK的 事實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在2006年4月26號就已經說了 台獨與獨台 都是不該存在的事實 鼓吹台灣法律未定論 台灣不是中國領土 台灣問題不是中國內政 主張台灣問題國際化 引進外力達成台灣獨立 OK 我們來看一下獨台是什麼呢 獨台是指堅持分治立場 推行一個中國 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 或階段性的兩個中國 我們也稱它為B型台獨 或是國獨獨台的表現 台灣當局在國家的事實上 堅持自1949年10月以後 不存在的中華民國法統 但又以目前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 海峽兩岸處於分治狀態為藉口 以台瓮金馬地區的中華民國統治區域 聲稱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 獨台對內通過修憲 直接民選總統 廢除台灣建省制 實行單一國會守法 突顯台灣的主權跟國家的形態 等等等等等等 獨台實際上是一種 由台灣當局推進 經過包裝分裂的路線 與台獨沒有本質的區別 聽懂了嗎?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台灣 台灣 前面沒有冠上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全部都是叛亂的 聽懂了沒? 只是看時間上他要怎麼收拾你 全部的人都有把柄 你只要喊出過 通通都是把柄 中國共產黨是怎麼收拾對象 是怎麼瓦解滲透的 一一擊破 各個擊破 他不是一次性全部的 目前對他來說 最主要的關鍵就是 民進黨還有台獨 這些如果等我們這些支持者 或是這樣理念價值觀的人 被消滅之後 剩下就是獨台 就是中華民國派換你們了 到時候 你們沒有資源 沒有求救 因為我們已經被打倒了 而如果我們都已經被打倒的前提之下 你不用妄想美國或是日本會幫 因為我們是他們最大的助力 我們都被打倒了 他們更不可能會幫你 好好堅持你的信念吧 民主敗家富二代們